野猪克星被埋没的顶级猎犬 也是国产最强悍的猛犬之一 有着和比特犬一样发达的肌肉 湖北剑毛猎犬 原产地湖北黄石一带 该品种毛发有一个特点 就是背部毛发非常硬 呈直立状态 一根一根如同弓箭一般 所以叫做剑毛猎犬 根据老一辈的人说 现在的猎犬完全不能跟剑毛猎犬相比 该品种具有超强的体力 嗅觉也十分灵敏 适合长距离追踪作战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本土猛犬 剑毛猎犬的舌头跟其他狗有点不太一样 往往呈现虎斑射 如果舌头是犬指射的话 按老一辈的人来说 是最顶级的猎犬 剑毛猎犬猎性很强 该品种狗打猎的时候胆子大 下口狠 比较适合捕捉大型猎物 但是很可惜 狡兔使走狗喷 近些年打猎活动被禁止了 真正纯正的剑毛猎犬也很难见到了